本台今天播发国际瑞评 美国目前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均为全球最高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给大家看看去美国的航班有多少人 时至今日 默示美国人民人权的政治操弄还在持续 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仍在美国大地上蔓延 我告诉你们警察 你们过来处理事情 这是美利坚的耻辱 更是美国人民的不幸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 看这社区的 往自己家里搬老多了 人家是吃不了喝不了用不了的 老多老多了 八十多馅儿了 全让我自己家整了 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 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 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 全球第一疫情动荡国 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 全球第一溯源 今天是三月三十一号 就在刚刚 吉林市昌义区西山林于小区院内 一些工作人员拉了一车书菜 工作人员把车上的菜先卸下来 然后一顿拍照 之后又把菜装上车拉走 这是要换地方拍照去了吗 我想知道他们这个做法到底是要干什么 如果是对老百姓送菜的话 为什么要卸下来拍完照在装车拉走呢 这样的菜收到还能吃吗 希望有关我们出来看看 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